今天我们就会讲一下乘除数 很多时候小朋友看乘除数的文字题 他们都会猜的 如果他们看到一些单位数的话 他们就会觉得一定是乘除数 如果看到有双位数的时候 他们就会想应该是乘除数 事实就未必是这样的 我们一起看一下这条题目 每支笔售2元 哥哥有8元 他最多可以买多少支笔呢 我们就会首先看一下 原来每支 每的意思就是一 所以我们就会画一个长方形来代表它 因为它是2元 所以我们就写2元 哥哥有8元 我们就一起来分析一下 当哥哥有8元的时候 究竟我有多少个2元在这里呢 我们也可以同一时间写出来分析的 一支就是2元 那多少支就是8元呢 如果用图像的方式去看 原来我加多2元就已经可以是8元了 那我们就很清楚看到 这个8元是分成4等份 所以这个是一个随数来的 所以我们就可以叫小朋友写回 8除2等于4 所以他会买到4支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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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会买到5支笔了 5支笔了 5支笔了 5支笔的方式 8支笔了